中国小伙在非洲种出百万吨水稻 产量超百万吨 养活八十万人 被当地首领加封为酋长 还直接娶了四个媳妇 那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中国小伙跑到非洲种水稻 最后摇身一变 策封酋长还得到了娶四个老婆的资格 这个男人名叫王学民 曾经也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人 而今天要讲的就是 为什么他能让非洲人民 心甘情愿封他为当地的酋长 他到底又是怎么在非洲 这样极端的环境上种植水稻的呢 非洲的泥日里 实际上坐拥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和矿产资源 是非洲的第一大经济体 但是由于他同时也是非洲人口的第一大国 是世界人口第七多的国家 因此庞大的人口使得尼日利亚的人均低低比 却只有两千多美元 远远低于南非的六千多美元 在尼日利亚 35%的人口都需要农业来提供就业 农业也一直都是尼日利亚的支柱产业 然而 由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先天条件 许多农田甚至都无法耕种 农业的生产率始终上不去 粮食都还需要进口 性格开朗 喜欢在歌载舞的尼日利亚百姓这下犯难了 他们寻思着 这非但无法自给自足 还得给其他国家钱去买吃的 这都早就比脸都还干净了 再怎么跳舞也没用啊 于是 尼日利亚政府撸起袖子 说什么也得把农业产量给弄上去 尼日利亚首先就把目标放在了水稻种植上 作为同样是喜爱吃大米的尼日利亚人民 哪怕每年进口300万吨大米也很难满足他们的需求 恰逢当时南南合作项目启动 这个项目通俗易懂的说 就是南边的国家和南边的国家合作 因为大多的发展中国家地理位置都是偏南的 而这个合作就是把广大的有相同遭遇的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 共同摆脱发达国家的排挤和控制 于是聪明勇敢又机灵的尼日利亚人想到了一招 自己人没法提升大米产量 我们可以向外面接人啊 因此 中国作为水稻种植大国 自然就肩负起了种植技术出口 农耕精神传播的责任 2003年10月 王学明就作为中尼南南合作项目的农业技术人员 被派遣到了尼日利亚 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这里 但此后可能他自己也没想到自己一代就是20年 还成了曾经扒杆子打不着的酋长 当然刚到这个陌生的环境 在这个文化和气候都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要开展工作 就像突然让你去帮一个外国小孩讲数学题 哪怕你回对方的语言 也擅长数学 但你也不知道他们的学校教授数学的体系 方法和解题思路 而王学明所面临的肯定是比较外国人数学题要难得多 他是带着为非洲人民农业增产创收的使命去 他和团队在当地初次试中的600公顷水稻 原计划能产出4000吨水稻 最终产量也不过300吨 掰起小时候这算一算你会发现一个可怕的事实 这竟然连百分之十的转换都没有达到 经过这次的试中 王学明和团队也大受打击 开启了疯狂复盘 最后总结出四大原因 一是设备问题 当地居民使用的都是非常老旧的 或者早已经被淘汰的设备 生产效率大大降低 二是杂草覆盖严重 养分根本触及不到水稻 三是当地为杀性土壤 水稻生存十分难 四是当地品种的水稻苗参差不齐 以后及时长成 产量也不会高 总结出问题 才有方向干活 在反思中前进一直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文化的进化 于是 王学明带着这样的精神 和团队根据这些问题有针对性的突破 整治了土壤 革新了设备和技术 到最后还研发出了新的水稻品种 2017年该品种的新型水稻溢出 产量直接比原来品种增产百分之三十 推广五年中累计为尼日利亚增产大米超过了200万吨 汇集了至少20万农户 截至2019年 他们已经在非洲种出一百多万吨大米 让八十万尼日利亚人民毫无负担地吃上大米饭 而这个让非洲人民吃上饭的中国小伙也被当地授予了荣誉酋长的称号 这是镇上的人专门为他申请的 代表着他们的感激之情 在王学民带的瓦剌镇 无论是努湖酋长还是普通居民都对王学民非常喜爱 原因在于王学民展现了大国人民的友善 更重要的是 王学民所在的中国企业在当地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教会当地人使用中国的农业技术种植水稻 在王学民日复一日的工作中 他也和当地的非洲小伙们打成一片 他们会相互串门 也会相互请客吃饭 中国饭 中国武术甚至中国化也开始出现在当地居民的生活中 这也印证了我们国家与当地居民间的距离更近一步 但友谊的建立哪有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些都是通过王学民和团队自身的努力 还有真诚换得的 俗话说不打不相识 起初王学民刚到当地 因为语言问题和对当地文化不了解 也遇到了很多令他匪夷所思的事情 当时他还在踩点视察 正准备大干一场 结果荒地里出现了一群非洲小伙 他们拿着木棍 锄头这些原始武器 人越积越多 不停地叫嚣 想把他轰出村子 还好后来当地的官员出来说话和解释 才让村里人平复下来 王学民也并没有选择无视这些居民的情绪 他自发去了解了其中的原因 得知是因为这些居民害怕王学民是为了侵占他们的土地和财产 才因此选择反抗 针对这一问题 王学民决定让出一部分土地给当地农民 还免费教他们学习种植技术 并且在需要岗位和人工的时候 优先聘用当地居民 让他们和中国的技术员工们一起工作 这一波操作下来 王学民可以说是俘获了很多人的民心 在和非洲兄弟姐妹们一起工作的过程中 王学民也发现了许多文化的不同点 这些尼日利亚的伙伴们都像是烈焰下的火烈鸟 他们热情似火 各个能格善无 一言不合就是一顿长挑 他们干活非常粗狂 水稻是直接按进地里的 也不管深浅 一见比人还高的蚂蚁窝 这小哥是眼睛勾不带眨一下的 直接拿着锄头就开凿 最后连以后都给他们翻出来了 于是王学民也在管理上 融合当地文化和习俗 一边自己学习当地语言 一边采用唱跳结合的种地模式 争作唱跳里水稻种得最好的 种水稻里唱跳最牛的团队 这十年里王学民早已经和这些非洲伙伴们 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性友谊 十年里他从听不懂当地语言 和不了解当地习俗的光感司令 到为非洲当地实现水稻产量翻倍 收入翻倍 并带动了后续一波又一波 中国的优秀青年援助非洲 这或许才是他能被当地人 推举为酋长的原因 如今 王学民在尼日利亚 已经工作二十余年年 从早年的中国圆尼南南 合作农业项目专家 到如今中地海外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的高管 这位湖北汉子一直奔波在这片土地的田间地头 在当地推广水稻种植新技术 推进水稻育种工作 对于这位平凡的中国人来说 这段在非洲的经历 无疑是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 他选择远赴非洲 投身于服务他人的事业 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在这个过程中 他不仅克服了重重困难 还主动融入当地文化 与当地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也许对旁观者来说 王学民的故事看似平凡无奇 但正是这样一个个普通人的默默付出 才成就了中国在非洲的农业奇迹 谱写了一个又一个感人至深的原非故事 他们用实际行动书 写着一份本触动人心的原非篇章 一股中国力量在非洲大的崛起 开启了一场令人振奋的农业革命 也许对旁观者来说 王学民的故事看似平凡无奇 人民日报曾这样报道 尼日利亚西北部开比州的瓦拉农场 一块块稻田整整齐齐 满眼望去惊慌一遍 中国技术让我们的日子好起来 谈及瓦拉农场的未来 王学民好情满怀 我一定要再多干几年 发挥自己的价值 我要让中你两国有益的种子 在这里生根发芽 发展壮大 正是这样一个个普通人的默默付出 才成就了中国在非洲的农业奇迹 谱写了一个又一个感人至深的原非故事 无疑 这个看似平凡的农业奇迹 在中国人的智慧和善意下 成为了无比动人的人间大爱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